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春夏季服饰类的 因为衣服真的很多,所以说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 今年就是很流行绿色,然后我也看了很多穿搭类的视频,大家都在分享绿色 绿色这个颜色很奇怪,买衣服的时候不会特意说我需要一件绿色的衣服 但是它穿上去还真的还挺好看的,第一件是这种苹果绿的长袖T恤 当时一眼就看中它,就是因为它胸前的这个抽绳的设计 因为不然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T恤,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这个绿色再加上它胸前的这个抽绳,就让这件衣服变得很有设计感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穿短款一点的上衣,我觉得这样显得我身材比例比较好 所以说我现在的抽绳是调到最短的,打了一个蝴蝶结这样子很简单 这个衣服的风格我觉得就是有点那种街头嘻哈休闲的那种风格 所以说我一般都会用它来配牛仔裤 然后它的面料也挺轻疏的,就是比较轻薄透气的那种 接下来是三件短袖的T恤 第一件就是我上次视频穿过的,这件T恤是比较宽松的版型 非常的大,非常的长,有点像男友风,oversize的那种感觉 那我当时看中它就是因为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显白,然后夏天穿也很清新 那它前面就是画了一堆鸟嘛,白色配蓝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那如果是特别热的夏天穿可能会有点热,因为它面料稍稍有点厚 因为它的长度比较长,所以说我一般会把它的下摆塞进那个牛仔裤里面去穿 第二件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这个颜色我当时也是一眼就爱上,它是一个这种摩卡色的T 它前面的字我也很喜欢,写着Batter, Bacon和Bread,手字母押韵 然后它这个字的颜色是那种浅米色,配上它这个摩卡色,都是暖色调的 它比上一件T恤稍微短一点,但是版型也是偏宽松的 这个T恤的面料也是属于稍微偏厚一点的棉质的手感 洗过有个两三次了吧,它这个领口也没有变形,应该能穿挺久的 这上面蹭的啥呀?第三件T恤又是一件绿色的T, 那这一件呢就有点像那种森林绿,胸前是白色英文字,非常经典耐看 然后这件T恤的版型呢就是修身款,面料呢没有上一件那么的软糯 搭白色啊,黄色啊之类,暖色调的其实也都挺好看的 这个T恤呢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的领口比较小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头太大,穿的时候还好,就是脱的时候会比较费力 变成这样,接下来两件呢也是上衣,但是就是稍微有设计感一点 第一件呢是这个裸色的,前面有一个这种扭结的这种感觉 你不要看到领口,就前面好像看很大 穿普通的那种内衣都是没有关系,它不会露出来 然后它这个面料呢是51%的锯脂纤维,就是不是棉的那种质地 但是穿上去也挺透气挺凉快的 它是裸色的嘛,就也比较百搭 它比一般的短袖稍稍再长那么一点点,有点类似于五分袖 就比较可以藏你手臂上的肉肉 穿这个T恤的时候,你下装就是可以配的颜色比较跳一点 下面一件呢也是ZARA的,是一个黑色的这种小吊带 胸前也是有一个这种打结的设计 那这个吊带呢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这个肩带是不可调节的 像我这种比较瘦,胸又比较小的人可能就有点撑不起来 如果你们很介意的话,可以去把这个肩带稍微改短一点 它的面料呢也挺舒服的,摸上去非常的顺滑 它的长度呢也是这种短款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吊带单穿有点太over 可以在外面搭一个外搭 像我视频里面搭了一个这种白色的衬衣 这个衬衣呢是我在优衣库买的 但是我在它家的官网上面好像没有看到这一件 我不知道是不是实体店专购 它这个质地呢有点像那种棉麻的感觉 哎呀,应该是白色有点过曝 它是比较透的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用作外搭 然后版型呢也是比较的宽松 长度也没有说特别长 所以说对于小个子的人来说也挺友好的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这一件的话 可以去网上买一些同款 夏天的话还可以防晒 然后呢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件黄色的西装 我其实蛮少买西装外套的 因为我的肩很窄 一般的西装外套我这个肩是撑不起来的 这一次呢买到了一件 刚好就我穿还挺合身的 我觉得一般的西装外套都是以白色或者黑色 或者比较深的颜色为主 但这个黄色呢穿上就很亮眼 还挺适合春天的 它的面料呢是这种棉麻的材质 不会说特别的挺阔 穿上去呢就会偏休闲感一点 你不要看它是黄色 里面搭白色的T恤啊 或者是搭那个绿色的短袖都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扣子呢也比较特别 也是这种带帽色的这种扣子 我会把这个袖子稍微卷下来一点点 就是露出一点它里面的内衬 这个西装外套我的利用率也挺高的 我觉得配裙子还有配裤子都很好看 上衣讲完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裤子 首先呢是件红色的波点阔腿裤 米奇配色 我比较喜欢穿这种九分裤 如果太长拖地的那种会比较压个子 首先它这个裤子呢就是在整身搭配里面会非常的显眼 所以说我上身呢会搭一个比较基础款纯色的单品 比如说像我刚刚那个ZARA的吊带 我觉得搭在一起就挺好看的 而且那个吊带是黑色的 然后它这边呢又刚好有几颗类似于黑色 但仔细看它是有一点那种带帽色的几个钮扣 它是不对称设计就是只有左边这边有 对我来说这个裤子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腰会比较大一点 它是松紧带的嘛所以说也很好改 我准备这两天拿去把这个松紧带调紧一点 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很飘逸的 有点像雪纺的那种 所以穿上完全不会热很透气 接下来呢就是两件牛仔裤 白色这件也是ZARA的 然后我已经买了很久了 这个牛仔裤呢我当时也是一眼就看中了 首先我从来没有买过白色的牛仔裤 再加上它这个是直筒的 我第一次买他们家Primian系列的衣服 我以为这个Primian的意思是比较高级 你知道吗就质量比较好 但买回来以后呢我发现并不是 它的质量其实一般般 首先它这个裤子洗过之后很容易皱 就皱皱巴巴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须边的这个设计呢好看是好看 洗过之后它就会多出来很多 所以说你要经常去修剪它 还有就是我才买回来大概没几天 然后它左边的这个口袋已经破了 破这么大一个洞 我也没有往里面装钥匙啊什么的 尖锐的东西都没有装 它就莫名其妙的破成这样 所以说它质量真的是堪忧 ZARA家的牛仔裤我穿都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腰围太大 这里是它这个本身的扣子 然后在这里呢自己加了一个 就是它是这种可以自己扣上去的 名字好像叫牛仔裤可调节扣 所以搜这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它那个本身的扣子就被它藏在里面了嘛 所以说拉起来之后也是看不太出来的 而且你知道白色的牛仔裤就是很容易脏 然后再加上我家又养狗 溜溜那个爪子扒上来 我这个裤子就得重新洗一遍 接下来一条牛仔裤呢是优衣裤的 这条牛仔裤我也采买没多久 但是我还蛮喜欢穿的 比较适合春夏一点 它的面料很薄 然后非常的软 就跟刚刚的这条白色的裤子很不一样 这条裤子的面料非常的硬挺 它的颜色呢是属于那种 稍微比较浅一点的牛仔蓝色 它也是一个直筒的牛仔裤 我是把它卷起来 因为我觉得放下来的话有点太长 这个腰呢我穿稍微有一点点大 因为我买的好像是155吧 我当时想买150 但是150已经断货了 然后我是在他们10周年店庆的时候买的 也还ok就没有很夸张 裤子讲完之后呢 接下来是讲几件半身裙 我以前呢是很少穿长裙的 短裙会比较显腿长一点 然后夏天穿也会比较凉快 今年呢因为我出去外趴的时候 腿上被咬了满满的包 不是蚊子咬的是那种虫子咬的 所以说现在都还留那种黑色的印子在我的腿上 为了不影响美观呢我就买了几件这种比较长一点的半裙 第一件半裙呢是有点像工装的面料 它这个面料还挺硬挺的 然后底下呢是这种有点像蛋糕裙的这种设计 它是有这种褶皱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是那种米色 这个裙子呢穿上去比较休闲一点 我觉得它搭T恤跟帆布鞋非常的好看 它的腰我穿也是刚好合适 淘宝店铺 它们的这种尺码都很照顾小个子比较瘦的女生 它这个裙子呢也没有特别长 膝盖左右吧 缺点呢就是这个面料也是非常容易皱 我这个还是运过的你知道吗 你看上去都皱皱巴巴的 如果你家没有运斗 或者没有那种蒸汽的挂烫机的话 我就不建议你买这个裙子 因为真的就只能穿一次 接下来两件半身裙呢都是这种碎花的半身裙 那第一件呢是这个黑色的 然后上面画的是小橘子 但是这个裙子我发现它有点难搭 我在视频里面是搭了那个绿色的T嘛 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我是觉得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和谐 这个裙子呢就是可淑女也可休闲 休闲的话呢就像我一样上面搭一个T 然后底下搭一个帆布鞋 淑女的话你底下可以搭一个小凉鞋 或者是高跟鞋都会很好看 我身高是165 它大概可以盖到我小腿的中部 就是露出脚踝到小腿的一截 非常的显瘦 上面呢是做的比较这种修身的 底下呢就是做的比较宽大的这种裙摆 所以说穿起来也非常凉快 面料也很轻浮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这个腰我穿也是刚刚好 还有一件呢也是这种碎花的半身裙 它的版型跟刚刚那一件几乎一模一样 长度呢其实也跟上一件差不多 不同呢就是它的印花的图案 这个呢上面画的是这种橘色的小花 它的碎花比较密一些 上身搭一个素色的上衣就会很好看了 它的颜色呢是米黄色 可以搭颜色比较跳眼的上衣 或者是像我一样搭一个裸色的上衣都很好看 最后一件要跟大家分享的衣服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是一个这种蓝白格子的连衣裙 在它胸前呢又是这种白色的小扣子 就很春天然后很清新 长度也是比较长的 大概也到小腿中部的样子 个子特别小的话可能就不适合穿这一件 背后呢是有一个那种绑带的 所以说你可以自由去调节这个腰围 它的下摆呢也是非常的飘逸的 你可以穿着转圈圈 前面呢是这种有领子的V领的也很显瘦 袖子呢是做了这种短袖的设计 而且它这个短袖不是那种很收紧的短袖 有点像小A字的这种短袖 所以说就会特别显你的手臂瘦 如果你夏天配一个凉鞋的话呢 就穿上很有那种去春游的感觉 如果你像我一样配一个黑色的玛丽针呢 就会看上去比较复古一点 衣服分享完之后呢 该跟大家分享鞋子类了 今年夏天呢我买了非常多的小白鞋 第一双呢是这个Vans的小白鞋 这双鞋是我买的几双小白鞋里面最满意的一双 这个胶一直对到我脸上都看不清这个鞋了 我买的是合作款里面是红色的 你们看一下它的鞋底 是玫瑰花 是不是突然一下被吸引 虽然你穿它也没有人看到你鞋底的玫瑰花 但是就会觉得我的鞋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只是它这里是有棋盘格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这个红色的尾巴你不要觉得它好像只是一个摆设 它可以充当一个鞋把子 你穿鞋的时候提后跟非常的好提 那除了很实用之外呢 它稍微有一点红色的搭配 从背后看的话就会比较亮眼一点 比你穿一个纯白的鞋要特别一些 这个鞋型呢我觉得比ONE最经典的那个鞋型 就是那个滑 我之前买过一双它加黑色的就是那个滑板鞋 那个鞋呢我就觉得比较闷 比较适合秋冬嘛 然后也比较慢一点 就是比较男孩子气 穿上比较帅气 它有点重 我这样拎着好累 感觉我的公二头肌就没运动 这种帆布鞋呢我就比较喜欢买大一码的 因为我怕它磨脚嘛 然后我觉得大一码会穿的比较舒服一点 刚买回来呢它这个后跟会有点磨 大概磨了一两天那样子吧 后面就完全不磨了 非常的舒服 如果我今天的鞋里面只能留下一双的话 我会选这一双 接下来呢也是一双白色的帆布鞋 它是那个饼干鞋 为什么叫它饼干鞋 就是它这边有做这种坑条的设计 先说它的优点好了 就是它这个配色 它这边是白色配上这个绿色的底 我刚刚也讲过绿色今年很流行 比那种纯白色的话 要多一点小心思的感觉 它其实穿上去还挺舒服的 我买的也是38码 就是买大了一码 我穿它完全不磨脚 我觉得它的舒适度是比矿威要高的 它这个布会软很多 鞋底也做的比较厚 所以说穿上去很软 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搭配性没有刚刚那一双好 只能穿比较休闲 或者比较工装风的衣服 像你穿一个小裙子 然后穿这种鞋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怪怪的 接下来呢是一双New Balance的板鞋 也是白色的 鞋尾是这种蓝标的 我买的是37.5码 我穿就是刚刚好 这个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轻很轻 它是这三双白鞋里面最轻的一双 但是呢它的质量就没有很好 因为它非常便宜 我当时买它好像才200多 300块钱左右吧 它这个鞋舌这里它是没有锁边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黄色的海面 穿搭方面还是ok的 它比较适合牛仔裤 然后穿休闲风的时候去穿它 最后一双呢就不一样一点 它是一双黑色的玛丽针鞋 它前面呢有两个这种像这水钻的扣子 它是有一点点根的 2到3厘米的样子 它就是会给你一点点那种高度 但是呢又非常非常的舒服 走路完全不累 它的鞋头呢是这种有点方方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复古 然后也很好搭 因为它是黑色的 甚至我觉得秋冬都可以穿的 可以一个黑色的那种裤袜搭小裙子 鞋底我就不给你们展示的 有点脏脏的全是狗毛 它是有这种防滑的设计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制作比较精良的一双鞋 分享完鞋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今天最后的一个环节 就是分享包包 这次呢要跟大家分享三个包 先从这个帆布包开始讲好了 Champion的一个帆布包 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能装 然后我在上面挂了一个 我在台湾买的这个小GG 帆布包就是夏天啊 你穿牛仔裤穿T恤的时候 然后背一个帆布包很休闲 然后又不重又很方便 你想带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塞 它正面就是一个Champion的logo 然后背面是个很夸张的这个C 我比较不太喜欢这一面 我一般都是背这一面露在外面 它颜色也是偏米白色的 不是那种纯白雪白的那种 然后它上面会有一点这种麻麻点点的 好像拍不太到 哦对了它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洗过之后呢 会有点掉色 logo的颜色会没有一开始那么的明亮 接下来两个包呢都是我近期的最爱 第一个包呢是ZARA的这个包 这个包我当时也是一眼就相中 一定要买非买不可的那种 首先你们看它这个扣子就很特别有没有 看上去非常的贵些 它这个扣子上面呢是有两个蛇 这样盘旋在上面 然后你打开的方式是这样子打开的 鳄鱼皮或者蛇皮的那种感觉上面是有纹理的 而且这种皮呢又不容易划伤 我大概背了有快一个月了吧 就看上去还是很新而且很有光泽感 它除了有一个正常的肩带之外 还有一个这种比较长一点的手拎的袋子 有点像参加晚宴的感觉 反正这个包就是超级爱超级物体爱 容量就是正常的容量可以放下iPhoneX 然后里面是没有任何分隔的 它这包背后还有两个这样子的扣子 但是没有任何卵用我跟你说 我以为它是可以当腰包嘛 但是你当腰包的话 这个袋子是不能拆卸的 就会很奇怪 而且你用这个绳子来当腰包 这个绳子又很长 你就正常背着或者拎着就行了 在我心里我会给它打100分 好像没货了 我刚刚去天猫搜了一下 好像已经下架了 我到时候再去它的官网搜一下 如果能找到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我的公众号里面 接下来一个包呢是在淘宝买的 然后是一个这种棕色的水桶包 我自己其实没有很爱背水桶包 因为我觉得水桶包你这样背起来的时候 它是这种圆柱形的嘛 然后它就会离你的身体有一个距离 然后我的肩又特别窄 就会非常容易的滑掉 但是呢这个水桶包 因为它有一个这样拎的提手 我就很喜欢 我觉得这样拎着 会比背着要好看一些 它这个面料有点像那种翻毛皮的感觉 靴子上面那种挤皮的面料 它有一个这样的内衬 你可以把它这样打一个结 我随便系了一下 没有系的特别好 很可爱 然后又增强了它这个安全性 平时不会系起来 因为我觉得会有点麻烦 我就这样子交叉一下 然后搭在旁边 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皮质非常非常的硬 你们听它这个 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变形 我买的是这个比较深一点的棕色 我觉得会更好搭衣服一些 而且这个包的做工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它这个包好像才100多块钱吧 我觉得性价比超高 那以上呢 就是我最近新购入的一些时尚单品 如果你们有种草的单品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们还想看到我分享更多的服饰类的单品的话 记得要给我留言收藏点赞 转发一条龙服务 我现在已经聊的口干舌燥 在这里讲了好久好久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